這邊已經有了,一個閃電,一個叉叉 那如果說你希望把它置裝好了,看起來會比較漂亮,你把它置裝 這樣OK 那再來的話就自訂可以 可以可以OK 其實就像說你們寫好對不對 比如說這叉叉到底指向哪個聚集對不對 按右鍵 這邊的話你可以指定聚集,一樣啊,反向對不對 然後這邊不是有個編輯 按下去 它就會跳到剛剛的這個叉叉 連結到哪一個程式 如果這個XX功能上你想要變更 就直接改一改,馬上就可以用了 進去 一樣的方式就是加的方式跟改的方式一樣 比如這個按右鍵 指定聚集,其實我也常用這樣 按編輯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回到那個去找 有時候寫很多之後你又找不太到 所以這個方法很方便,這問題非常好 OK 再來的話 制定函數 如果今天我希望怎麼樣 我的需求是 在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函數 名稱叫做成績 成績函數之類的 那這個成績函數的需求是這樣 我給它成績就好了 它就給我結果了 會比較簡單 因為尤其是你那個有時候你的公式很長一串 但是你希望簡化流程 你的需求非常簡單 就是給我成績 我給你結果 那該怎麼樣制定一個函數 那制定函數的方法特別注意 也是一樣 還是要切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好 那首先它會 我們要能夠跳出什麼 跳出一個問題 讓使用者填什麼 填它的成績的話 第一個 插入裡面請你選擇程序 上面打上那個 我們名稱叫做成績函數 成績函數 那特別注意 關鍵點在這裡 剛剛是用sub對不對 請你選用function sub跟function不一樣 sub你就記得 反正它執行完 就結束了 有點像按鈕 按下去就sub 如果你今天是希望在插入函數裡面 看得到的話 就一定要用那個 function 名稱 而且 這下面不用改 一定要用public 如果你不小心改成private 也不顯示 也沒辦法顯示出來 private也沒辦法 沒辦法顯示 這個是有效的範圍 好就是function 成績函數按確定 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成績函數了 那你在切回到哪裡呢 切回到這邊 插入函數裡面 會不會看到 全部裡面喔 往下找 會不會出現一個成績函數 出來了 對不對 可是呢 成績函數 這個時候後面小刮虎裡面是空的 有些好可怕